然后那个时候的动作 就是让见我家长 也让我去见他家长 我告诉你 你可能已经是见他家长的 第365个了 这个男的呢 他精神上面就是有 非常强的这种操控欲的 什么断牙式分手 这种东西都是属于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的 行云流水的一套打法 他是先把你的感情拉到极点 然后再断牙失败 这样的话才会对你造成 特别大的情绪起步 所有的精神操控 它的前提就是情绪起步 如果你的情绪 没有办法有大的起路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 被心神操控的 哈喽你好 曲曲你好 我现在有一个 棘手的问题 然后我长话短说 我现在先介绍自己 我今年34岁 车快乐症有8年了 有一个篮球归我 男嘉宾比我大4岁 38岁单身 这两年我直播赚了 七八百个 名下有房有车 我们是在去年 直播间认识的 他属于陈淑稳中型 是名医生 也是大苹果的委员 有自己的家族企业 他自己也是董事长 资产有两三个小目标 追求我是在直播间投入50个 我一个月直播收入 其实还蛮可观的 他在我直播间的刷量 只能说一般 我想他是医生 然后我爸爸那段时间身体也不好 他三观 正孝顺父母 即使他没有对我大金额的付出 我也愿意跟他接触 喜欢他 因为我肚子上有疤痕 和他的职业属性 我瞒不了我 我快乐症有玩的事情 在确定关系之前 我就告诉了他 他说他这个年纪 没有什么不难接受的 而且对我依然提供 很高的情绪架子 他积极安排 见父母 也想让我带球 在一起四个月 中间我们磨合 经常吵架 他本身性格很大道 我也有点强势 他拿黑散除 我也有好多次 要么是他主动求和 要么是我 中间有一次 是因为我的问题 造成了他和我吵架分手 我求和 想好好谈恋爱 就主动停播了 经常去他的城市找他 了解他工作生活 后来越来越喜欢他 就变得很乖 他一直给我灌输的思想是 他不喜欢物质 就不喜欢物质 跟他谈米的女孩 不喜欢女人 主动找他要东西 说不找他要的话 他反倒会给更多 但是在一起四五个月 除了给我家寄一些特产 中药保健品 那些硬物海参 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东西 给我家报了一个 去国外旅游团 大概花了四万多块钱 他自己的消费观是 该神圣该花花 他还建议我买A货 说气质在那买个A 别人也会觉得是赞品 给我儿子买的 也是盗版的那高 情人节就吃了饭 也没有给我买礼物 他觉得我们俩在一起 吃饭 酒店 机票都是他对我的开销 这个月我爸爸 检查出癌症晚期 他因为是医生 这个职业 所以家里很多事情 需要他帮忙拿主意 他确实也很上心帮忙 上周 他跟妈妈去了漂亮国 要待一个月 他说如果我爸爸 有什么状况 他就提前回国 前几天上午 我忙自己的工作 没有跟他联系 他突然发消息给我说 他发现人是会变的 我以为是因为我几个小时 没有联系 他不高兴了 我就跟他解释 给他看我跟闺蜜 通话两个小时的截图 然后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 我说早上孩子被前夫接走了 他说我逼宗就亲 觉得我这个人只会隐瞒 欺骗 觉得我们家里母亲 然后把我删了 不可否认 他本身各方面条件是很不错 是我现在能找到奔婚恋的 最好的男人 但是他在我们确定关系后 也没有大金额的付出 不过情绪价值是给的满满的 会主动报备 在一起的时候 也会贴心照顾 思念半夜很和谐 也没有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 他在外人眼里都是有责任感 有品行 专业 也十分优秀的男人 我们最近的感情浓度 其实是越来越好 彼此心疼也没有争吵 就突然一下说 我把他当傻瓜 我都不知道他的点是什么 然后把我删了 我爸爸现在 我不过两个月 我本来就很脆弱 现在又被感情打击的自我怀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他挨错人 对我全家都不保 要我从他的世界消失 以后以前吵架的时候 也是他 他也喜欢删除 拉黑放狠话 我现在的诉求是 我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跟我分手 他说我必纵究情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认为 自作是不足以支撑 分手的原因 我要不要弄清楚挽回 但感觉我现在已处于敌位 没有什么价值挽回 后面又如何面对 如何相处 如果不挽回 我感觉我的婚姻 还是抱有期待 我打承受完了 你这种情况呀 你就是那种 第一天遇到这种人 你就应该过来 长期EV1的那一挂 知道吧 你属于严重的 自我框架不稳定 你所有的这种行为路径 完全都是错误的 从你一开始跟他在一块 然后往后走 什么 哎呀就不剥了呀 什么就到他的城市 看他呀 什么关心他呀 然后呢 顺应他的需求啊 什么什么 那个全盘接错 全盘接错 这个就是我对你这个事情的评价 就这个男的很简单 他一定有毛病 知道吧 他要不就是精神有毛病 他大概率 就是他自己精神世界 多少有点毛病的 像这种人 什么哎呀又是医生 家里又啊 什么条件又好 家族企业 自己独立公司 身家几个小目标 像这种男的 他还喜欢跟你搞这种 什么情绪拉扯 这个那个的 我跟你讲 像这种男的 十个有 十一个都有毛病 知道吗 你他 你正常了你 他 他觉得 他很优秀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条件 找到他属于 我告诉你姑娘 他从头到尾 他就不可能跟你结婚 从来 他的脑子里 没有一丝 有过这样的念头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你所谓的这种什么断崖式分手 所有的断崖式分手都是蓄谋已久 无一例外 他没有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 但是他会拿结婚为诱饵 放在前面 然后让你慢慢慢慢的倾注感情 然后他逐渐逐渐的减少付出 这件事情 他要跟你去提结婚 这件事情是唯一的目的 唯一的可能性 唯一 不可能有的可能性 就是他真的要跟你结婚 他脑子坏了 他才会有 真的有这种想法 然后那个时候的动作 就是让 见我家长 也让我去见他家长 我告诉你 你可能已经是见他家长的 第365个了 懂吗 他都多大了 38 他38岁 以他这样的条件 以他这样的社会身份 他身边都会有多少女人 在身边过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不是这么高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实际 这就是语啊大姐 然后就觉得 我应该好好珍惜他 他能选中我 我告诉你 这个男的呢 他精神上面 就是有非常强的 这种操控欲的 而且呢 他多少是搞点PMA的 这种人 知道吧 什么断牙式分手 这种东西 都是属于早就已经 安排好了的 行云流水的一套打法 我确实觉得 他跟我提分手的 头一天 还是感情很浓很浓 说爱我 说要陪我度过 现在这个难关 我告诉你 精神操控洞嘛 他是先把你的感情 拉到极点 然后再断牙式掰 这样的话 才会对你造成 特别大的情绪起步 所有的精神操控 他的前提就是情绪起步 如果你的情绪 没有办法 有大的起路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 被精神操控的 他一定要拉扯 懂不懂 拉扯啊 高低 这中间这个落差 要极其大 落差极其大 才能让你 持续持续的挽回 持续持续的服从 持续持续的卑微 就是我之前 是他之前追求我 我应该属于高位 然后但随着时间的相处 我确实慢慢的 被他打压了 就是他也不是说 正面打压 就侧面说一些言语 我都觉得我好像 是越来越没有价值 我跟你讲 你们两个人这个行为 其实都是已经在他身上 复制了无数次的行为 懂吗 以他这样的条件 出去接触任何一个女孩子 哪怕他前面那个女孩子 再高大上 只要他那轰炸一番 那女的都得被他拿下 最后转为跪舔他 就是他的这种流程啊 已经在他身上 38岁 可能他从18岁上 也到38岁 可能这里边已经有 380个这样的对象 走过这样的流程了 我们之前相处的前妻 他说他 他说他是在跪舔我 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说我总是不理他 对他爱搭不理 那又怎么样呢 然后他那会儿 反倒对我很积极 对啊 想跑我的城市来 所以我跟你讲 你从第一天开始就在错 知道吗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整个流程都是错 错上加错 这种人 你根本就不应该 为他放弃任何 你根本就不应该 为他妥协任何 还什么安安安安安 他的城市 什么辞职 什么照顾他 这个那个 所有的这些行为 全盘接错 我一开始第一句话 已经跟你讲了 但是那会儿 他给我传达的信息 就是 他年纪比较大了 家里也需要有传承人 然后说生孩子 你啊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不是我们的学员 你简直就是插声中的插声 我很容易相信 就是插声中的插声 你不停的在跟我讲这个男的跟你讲过什么 如果他跟你讲过的话 都有参考意义 那么我们的通话就没有意义 他跟你讲的话 要是都是真心话 那我还跟你讲个屁 今天轮不到你跟我打这通电话 我也接受不了他 他为什么这么绝情 在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姑娘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重复的信息 我不喜欢老说 他从头到尾 没有一秒钟想过要跟你结婚 这个信息是我今天第二次跟你讲了 所以他所有的东西叫做表演 懂吗 他所有的情绪的起伏是表演 先追逐 再征服 再扔掉 再看别人对他的祈求 这一套流程 他就是喜欢这一套流程 这套流程会让他有爽感 他认为他可以操纵 众生的情感 他确实是一个很自我自恋的人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 你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于他的表 他说这说那说这说那 前期他的付出 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他并没 这些东西完全不能佐证 他动过心 他从来没有动过心 他没有认真过 他没有想过真的要跟你结婚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一切都是游戏 一切都是表演 所有的起伏都已经是 他已经刻画了无数次的剧本 每天到了这个点 他就要上台演这个戏了 一个action他就开始了 该到收尾了 该该闭幕了 他就要闭幕了 懂吗 这种人其实唯一的处理方式 就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就是永远都不遵循他的框架玩 这就对了 他越是觉得你需要去 服从于他的时候 你就越是不服从 他就觉得你有可能 要去求他的时候 你就越是不搭理 这种人他一定是反向操作的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你选顺从能拿结果的人 所以你们错误在哪里 为什么我说你从第一天开始 就应该来EV1 你根本就不具备 去跟这种人打交道的能力 因为你没有上帝视角 你一旦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就会上头 你一上头 你所有的动作就全部是基于情绪 而不是基于事实层面 你没有办法升为去看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从头到尾在EV1 那么很简单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他就会告诉你 要在你拿到正反馈的这种事件上面反复 而不是在拿到负反馈的事件上面反复 如果说我每次不屌他 我每次骂他 我每次屌他 我每次虐他 他就会对我持续付出 那么我就会持续虐他 懂吗 因为我虐他 我对他不好 我就能拿正向结果 所以我就要重复这个动作 而不是所谓的什么 什么他说他要这样 他说他要那样 所以我就跟着他的思维跑 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 他给到你行为正反馈 才代表这是他真的喜欢的方式 如果他的行为没有给到正反馈 那么就说明他只是嘴巴上在打嘴炮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拉黑 重新回去直播 把他拉黑 重新回去直播 这是最好的方式 知道吗 让他看到我直播吗 你直你的播 你是给全世界看的 你是给他看的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老是想在直播间 那边找爱情 可以找爱情 没问题啊 你要找刷的最多的人搞爱情 那这个路径大概率就问题不大 谁刷的最多 谁是刷的最多里头的单身 就跟谁搞爱情 这个路径就问题不大 那如果这个 这个我刚分手了 这个他后面又回头找我 理都不用理 大理都不用大理 不告诉你 不刷个两百万都不需要理他的 就这么简单 这种人 他就是欠虐 你如果没有这个功夫 你就远离 你的段位如果太低于他了 你就远离 我说了你可以一为一 好不好 你可以一为一 反正你自己搞这个 你搞不明白的 你不如换老师给你搞搞试试 他前面 他一直不愿意 和我们确定关系之后 他又不愿意花钱 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值得 哎呦大姐 人家为啥要给你花钱呢 你动不动你就上套 花钱的意义是为了啥呀 是追逐 他有什么好追逐你的呢 他先把那些话语说在前面 说不喜欢女孩子找他要 我就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 在他面前变成他想要 他已经跟你讲过 你逻辑全盘错误啊 还说啥呢 嗯 好不好 不要再重复了啊 你可以回头把我们这个麦 你可以重复再听一听 你每一个思维都是错的啊 好的 谢谢 什么叫方法论呢 我跟你们讲啊 什么叫方法论呢 什么叫段位啊 方法论段位就是 我只看我拿到手的结果是什么 我要的结果 我是要这个男的 给我更多的米 还是要这个男的 给我更多资源 还是要这个男的 跟我更多的十点半 对吧 还是我要让他跟我做很多饭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男的在我这里啊 他总得有点什么用途 是我最需求的 对吧 你们所谓的情感需求 他也要落实到实际层面 情感需求 是不是要落实到实际层面 对吧 他是每天陪你 每天跟你在一起 让你觉得开心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正款馈 他每天给钱你 让你觉得开心 这个就是他正款馈 对吧 你想要什么 然后他按你想要的 这样做了 这个就是他的正反馈 在这个正反馈 这个正反馈 我是怎么得到的 琢磨这个问题 这个就叫段位 不是 他说他想要什么 所以我跟着他说的走 那么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 不是 不是的 是我在test water 是我在试水 我正着搞一趟 反着搞一趟 正着搞的时候 能得到我想要的正反馈 还是反着搞的时候 能得到我想要的正反馈 那么我就把这个动作 固定下来 通通 我天天不吊他 不理他 我天天骂他 我天天吼他 我天天弄捶他 然后呢 他就见戏戏地 跟在我屁股后面刷卡 那我怎么搞 我觉得 哎呀 你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好好对你吧 那我就亲你爱你抱你 哎呀 我每天跟你 就是不相礼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如果我每天吊他 每天搞他 每天骂他 然后他就 上和和跟在屁股后面 买单买单买单 那就说明他喜欢被吊 懂不懂 那就是说明他就是这套 所以我就不能 我们当我们 收获到正反馈的时候 不能轻易改变我们的动作 这个是基本 什么时候我收不到正反馈了 我才能改动作 我在这个动作上面 我收到正反馈了 那就是说明我这个动作 是对的呀 对不对 哎呀 为什么无人在线了 明白 明白 如果说我一更改动作 那很显然 原来我是这个 我是向上的这个动作 拿到正反馈 结果我现在变成 向下的动作了 然后你跑来问我 老师 为什么我向下的动作 做完了 我没有正反馈了 你不是废话 可是他说了 他想让我向下 他说了 他想让我向下 我才向下的 有用吗 真实的 真实的 真实的情况 事实层面是什么 事实层面是 我在做向上的动作的时候 他给我正反馈了 这个叫事实 他说想让我向下 这个是情绪 对吧 这个就叫段位 任何时候 能够把我们抽离出来 站到更高维度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去看这个盘 我在这个盘里的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拿到过正反馈 我在这个盘里面 什么情况下 没有拿到正反馈 我就知道 我要持续的 重复哪个动作 才是对我有利的 对吧 否则的话 你老是跟着别人的语言走 你势必最后是被操控的 对不对 因为人人都这样 段位低权是这样的 99%的人都是 都是个胡脑子 对吧 胡脑子都是要被他玩弄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结局 孩子呢 失心妄想 什么 哎 他是要结婚的 我觉得 他是我能找到的 最好的结婚对象 哎 再见吧 真的是 谁要结婚呢 这种男的 家族企业 自己医生 什么独立企业 自己还小几个亿的目标 跟你结婚 哦 你一个什么 呃 离国婚的 有娃的 怎么呢 然后呢 批电批电 跟他后面后的舔的 他跟你结婚 黄婚 对不对 好吧 我说话有点难听 但是我说的东西 就是最事实的东西 好吧 听得进去 我就觉得祝福大家 要听不进去 那我只能保佑你 好不好